Hello,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六,也应该是2019年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了。 因为2019年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我也想在年终的时候做一个个人的总结。 其实以往每年我都会去做这个年终总结,但是都以文字的形式去记录下来。 那今年因为做了很多视频嘛,在微博上也有很多小伙伴,在bilibili还有YouTube上也有一些关注。 那我也希望以视频的形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回顾一下我的2019年。 那我的2019年的总结呢,将会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2019年作为一个自然年,我会从1月份到12月份去回顾我每一个月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并且用一句话来总结出来。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的年度的三个highlights。 第三部分就是相反的三个年度的regrets。 那第四部分就是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第五部分就是我的新年展望,也就是我的2020年的New Year Resolution。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一句话去总结自己的每一个月份。 1月份的话,我是去日本做了我的双眼皮手术。 因为就是变成双眼皮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 我爸,我妈都是双眼皮,但我自己是单眼皮,所以我也非常纳闷这件事。 然后我从小就一直贴,双眼皮贴,希望能贴成双眼皮,但是失败了。 所以我就决定,那不如这次去日本旅游的时候,正好去把双眼皮手术做了。 那做的呢,也相对比较成功,应该是个四点埋线的手术。 现在也恢复得不错了,这是我人生当中比较满意的,比较正确的一次决定。 所以我希望,如果有想做一些医美的同学,大胆地去做这些整形手术。 我觉得会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变你的人生。 那二月份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国结婚领证。 那三月份的话,我又回到了新加坡,因为是我们公司财年的结束, 所以我做了个人工作上的总结。 那这个是跟技巧考核挂钩的,也是跟个人的年终奖挂钩的。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技巧考核平平,年终奖也就平平。 这是我在这个公司拿到的最后一次年终奖了。 那四月份的话,我是在新加坡签了我美国的H4的签证。 那就意味着我要离开我原本的生活,开始准备向美国签席的准备工作了。 五月份的话,主要是在做离职交接,因为我们公司的notice period是一个月, 所以我在四月底拿到年终奖之后,就跟老板提了离职。 那五月份基本上是在做离职交接的工作, 以及还有新加坡一些比如说房子啊, 然后银行账户啊,utility的一些转租啊, 然后终止的这些手续。 所以换城市生活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你要承担这样的麻烦的事情, 才可以享受换城市给你带来的新鲜感。 所以劝大家慎重考虑这件事情。 那六月份的话,主要就是回了趟国, 然后做了一下准备, 然后六月底就来到了美国, 开始我全新的婚后生活。 七月份的话, 其实就是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 因为我一直在工作, 工作了八年嘛, 所以突然闲下来有点不适应, 然后就特别想继续回到工作当中。 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拿到椰地, 所以我面试都是为了积累一些经验, 但是结果也都非常的不好。 那八月份的话, 生活就比较趋于平淡了, 所以没有特别的事情, 只是趁假期的时候一起去的一趟 奥兰多的Universal Studio, 因为小的时候看哈利波特, 特别期待去哈利波特乐园。 那奥兰多这个Universal Studio 也是全球最大的哈利波特乐园了, 所以算是圆梦了。 九月份的话, 就是继续回来找工作, 然后陷入了一种绝望的境地, 因为一直不停地投简历, 一直面试, 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收到了 thank you letter, 就是thank you for applying,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就是谢谢你, 然后但是我们并不需要你, 所以当时还是挺绝望的, 算是进入了人生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低谷期吧。 那十月份的话, 我是暂停了找工作, 因为我有一次面试的时候, HR跟我讲说, 你的身份是怎么样的, 我说我在等我的EAD, 他说那不如这样, 你拿到EAD之后再跟我联系吧。 我就明白了, 可能之前面试失败的一个理由, 就是我的身份的问题, 所以我十月份就暂停了找工作, 然后安心等我的EAD这样。 然后在十月份的时候, 我顺利地拿到了我的EAD, 于是十一月份就是开始疯狂的投简历, 面试找工作, 也非常幸运地在十二月初拿到了我的offer, 这是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 那我之前一直做的都是互联网电商嘛, 现在这份工作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十二月份也是在学习当中, 那十二月份的话, 我是Holiday season, 有好消息并且过得挺开心的一个月, 算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年终收尾这样。 那第二部分就是我的年度的三个highlights, 我的高光时刻, 那第一个就是结婚了嘛, 我跟字幕组其实很早就认识了, 我们是高中同学, 然后毕业了业之后也是很好的朋友, 那我非常幸运地能跟我最好的朋友结婚了, 就像老友记里面的Monica和Chandler, 其实跟自己最好的朋友结婚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所以我也非常非常感恩。 那第二个高光时刻呢, 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我找到了工作, 因为我后半年一直在非常低迷的阶段, 找到工作可以算是我的新生活正式地开始了, 但是所谓的这个高光时刻到了明年,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challenge, 因为这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所以我要从头开始学起, 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坎坷, 所以也希望我明年能好好地坚持下来。 第三个高光时刻呢, 其实就跟大家有关了, 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有许一个愿望, 就是说我希望我自己明年能坚持做一年的vlog, 那也如大家所看到的, 我今年确实是有坚持做一年的vlog, 做vlog这件事情呢, 其实对我这后半年的低潮期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一个是我有事做了, 我有一个坚持的爱好去做, 就是当你怀疑你自己的人生非常空虚的时候, 你会想到, 那我还有在做vlog, 那我的人生还是并没有虚度,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第二个就是因为我通过做vlog, 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嘛, 大家都给了我很多非常有建设性的建议, 并且也有很多鼓励的话语, 所以在这里我也感谢大家这一年来对我的陪伴, 那第三部分就是我的三个regrants, 第一个regrants是跟工作有关的, 因为我在这一次找工作换工作的经历当中呢, 感受到就是我的个人专业技能的缺失, 就是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话, 知道我之前是做互联网电商的嘛, 然后我做的内容是category manager, 就是品类经理, 那其实这份工作相对来讲, 技术含量比较低, 可替代性也比较强, 所以在这份工作当中呢, 我的工作经验带到美国来, 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适用, 所以我才会在找工作当中, 碰壁的次数会非常多, 困难也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自己的本科的学习, 或者是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当中, 能去学一门专业性, 或者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 这种硬通货会让你在找工作当中, 无论是在哪个国家, 哪个城市, 哪个领域找工作, 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会减少你在职业生涯道路上的坎坷吧, 那其实我之前做Category Manager, 然后是在阿里巴巴, 然后我后来去新加坡, 也是在一个电商, 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其实我还是有机会从Category Manager, 转成Product Owner, 或者Product Manager, 但是我没有当时觉得, 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我就忽略了, 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我能有机会去转岗, 去做一年这样的产品经理, 或者是产品的Owner这样的角色的话, 会对我在美国找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 那求职这个事情啊,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以后再专门做一期给大家讲吧, 那第二个比较后悔的事情是, 我在这个职业空白期, 没有非常高效的学习, 我想了想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 我没有一个非常具有目的性的目标, 这里括号特指考试, 就是如果你想去认真学一样东西, 如果没有一个考试的目标在那里, 其实很难去督促自己, 让自己不要懈怠, 然后坚持地学下去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会面临这样的职场空白期, 我建议大家去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一个考试, 这个考试不一定是考一个证, 也不一定跟你未来的工作很相关, 它可以是比如说你去考一个瑜伽的老师的资格证, 或者是去考一个CFA, 或者是去学一门语言, 去考一个什么日语几级证, 或者是法语怎么怎么样的一个证, 在这种考试的压力下, 这个目标的压力下, 然后你会去更高效的学习, 我在这段时间当中也去学习了, 但是因为我学的是data相关的嘛, 我当时想说可能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 我就想去读一些data相关的专业, 所以我在这个期间也学了一些data相关的课程, 但是因为没有考试的压力在, 所以我的效率就比较低, 现在回想起来我这半年相对有一些浪费时间了, 那第三个regress就是我今年没有好好的读完一本书,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就是回答大家给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那我这边一共有八个问题, 然后我尽量快速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买过最满意的东西, 我今年其实没有买太多东西, 因为经济状况不允许嘛, 但是我觉得买过最满意的东西, 应该是每天都会用到的东西才是最满意的, 所以我就手推我的咖啡机, 咖啡机第一个是我每天都会用到的事情, 因为你不喝咖啡就很难去打开这一天, 第二个我觉得它有用的地方, 就是它帮我省了不少钱, 因为出去买一杯咖啡大概可能三块钱, 四块钱的样子, 但我买一袋咖啡都可能才十几二十块钱能喝挺久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今年买过最有用的东西, 那第二个问题是问我有没有五年规划,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做规划的人, 但是我以往的生活经历告诉我, 我是非常多变不稳定, 然后有各种各样突发情况的人, 所以我的规划都很难去实现, 所以我很少去做这种长期的规划, 我要有规划的话也是一年的规划, 就是明年我想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会在每年年末的时候, 在我的手机的note上面会写一些, 可能列出来三五项我明年想做的事情,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再去回顾一下这一年, 是不是有完成我的这些目标, 所以我会做规划, 但是只会做一年的规划。 第三个问题是问我如何走出舒适圈区不同的城市发展, 那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想先讲一下我个人的经历, 我最开始经常换城市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原因吧, 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鲜事物, 不害怕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从头开始的人, 所以我才会毕业业之后从杭州到上海工作, 再从上海到北京工作, 最后又因为阿里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去杭州工作这样, 那我期间呢也在读了一个MBA, 同时呢有一个交换的机会, 所以我去法国待了半年。 选择去法国的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去法国旅游过一次,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国家, 也特别喜欢巴黎这个城市, 我觉得认识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不是旅游, 而是居住,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去留学嘛, 那我就去读了半年书, 然后去好好的把欧洲玩了, 也不知道是去读书了还是去玩去了, 反正在那待了半年。 所以最开始的这些经历都是因为出于我的性格, 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那后来的话可能换成是会更加慎重, 就是我可能会考虑到我的职业发展, 然后考虑到我的生活的发展吧, 然后比如说去新加坡, 当时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进入到了一个平静期, 希望能拓宽一点自己的求职道路, 所以如果我能去有一点国外的工作经验的话, 可能对于未来回到国内的话, 找工作会更有溢价能力一点吧, 那来美国就是因为结婚了, 所以为了共同生活在一起, 所以来到了美国, 这是我经常换城市的一个原因, 那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于说如何走出舒适圈, 我觉得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句话, 就是讲分手的这件事情, 说为什么还能长时间的沉浸于分手的这个痛苦当中, 第一个是因为时间不够长, 要么就是因为新人不够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走出舒适圈这件事情, 就是要么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环境还不足够难受, 让你觉得还挺舒服的, 要么就是新的环境对你的诱惑力不够大, 但凡这两个条件满足其中一个,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出你的舒适圈, 那第四个问题是当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如何解决焦虑的问题, 其实我是非常容易焦虑的一个人, 我也是非常情绪化的一个人, 所以这半年我就是也在suffer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 最好的解决焦虑的这个问题的方法, 就是直面给你带来焦虑感的这个问题, 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一天不解决这个问题, 你一天去逃避这个问题, 一天没有解决, 这个焦虑就不会消失, 也不可能消失, 就像我这半年, 我一直处在焦虑的过程当中, 主要是因为我找不到工作, 但是当我找到工作之后, 这个焦虑就会自然而然的消散, 那也坚持着我能走出这个焦虑的动力, 就是我在一直积极的找工作, 虽然有的时候会有挫败感, 但是你只要坚持在来了, 这个焦虑感就会自然而然的去消失掉, 但是你必须直面这个问题, 去下定决心去解决这个问题, 在解决的过程当中, 也自然而然会稍微减轻一点, 你所带来的这种负面的焦虑感, 因为你毕竟是在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努力嘛, 这是我觉得我能分享的一点吧, 第五个问题是问我怎么样去美国,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 就是你可以通过留学, 投资移民, 在这边找个工作, 嫁个人, 多种多样的方式可以来美国吧, 那第六个问题是问我今年最喜欢的电影书和访谈, 那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我最近看的一部82年的金志英, 这部电影在我做了半年家庭主妇之后, 让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共鸣, 就是我不想在这里说, 女人有多不容易, 但是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让我觉得我未来的路很长很难, 怎么样去兼顾好一个妻子妈妈, 还有职场女性这样的角色, 是对女性的一个人生的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 所以我劝大家跟自己身边的伴侣一起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吧, 希望能更多的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 那最喜欢的书我也说了我今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读书嘛, 所以我今年没看书, 也推荐不了什么书给大家, 访谈的话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在微博上推荐了很多次这个不止于她这个访谈节目, 她其实一共好像只有五六七的样子吧, 她每次采访的都是一个女性, 然后她还问了我一个问题, 问我会不会入电子手杖这个坑, 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问我的问题, 她最近入了这个坑, 但我自己应该不会,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耐心去排版的人, 所以我应该不会入这个坑, 那第七个问题是问我跟字幕组是怎么认识的, 怎么在一起的, 然后是如何求婚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 就是我们俩是高中同学, 然后怎么在一起的是, 一直我们有联系, 但是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 她在美国, 然后我们两个人都到了非常想结婚的时候了, 我们都认为彼此是最适合的结婚人选, 非常了解彼此, 然后也觉得身边没有第二个可以与之媲美的人了, 所以我们俩就决定在一起了, 那决定在一起之后呢, 我又不是非常能接受异地恋的人, 所以我必须得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那我们就想是选择新加坡, 选择国内, 还是选择美国, 最后选择了美国, 那我要想来美国最快的办法就是跟她结婚, 然后办H4的签证,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决定在一起, 并且结婚的原因, 非常的现实, 所以我们也没有求婚的过程, 就我们俩决定要结婚了, 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一下Tiffany的戒指, 然后她就去店里买了Tiffany的戒指, 然后过年回家我们俩领了账, 然后就结了婚, 没有求婚的过程, 没有什么浪漫的故事可以给大家讲, 就是这么简单, 第八个问题是问我在职场空白期如何调整心态, 如何克服消极的心态, 其实这个我刚刚回答问题的时候, 也多多少少回答到了一些, 我就这里总结三点吧, 第一点就是直面给你带来焦虑感的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在职场空白期带来焦虑感的唯一问题, 就是找不到工作, 然后以及找工作过程当中遇到的挫败感, 那没有办法, 你就只能不断地学一些新的东西, 去提升自己的面试技能, 学习一些面试技巧, 来去帮助自己提高面试的成功率, 说白了就是直面这个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 才能逐渐去消散这样的负面情绪,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也提到了, 在这个空白期当中, 其实是一个很难得的学习期, 因为只要你开始工作了, 你就很难会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那我建议大家在职场空白期, 去找一个非常有目的性的扣号考试去学习, 那第三个就是我知道很难, 就是好好去享受生活吧, 因为人生很长, 职场空白期可能不止这一次, 未来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 我建议大家在职场空白期当中, 就可能更多的时间回归家庭了嘛, 好好去为家人做一顿饭, 然后提高一下自己的厨艺, 培养一点新的爱好, 去好好享受生活吧, 因为职场空白期终将过去, 但是时间流逝了就不会再来了, 好, 最后一个第五部分, 就是New Year Resolution, 然后这个我在Wikipedia上面看到说, 如果你在新年的时候去下定决心做一些事情, 47%的人都会完成这个目标, 它是十倍于你在全年其他时候去下定这个决心, 能完成的这个概率, 所以建议大家在新的一年开始了嘛, 都去做一些计划, 然后去列几条自己想要完成的目标, 然后我们看看这一年结束了之后, 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有多少目标是自己能完成的, 那我这里的话, 愿意有三个Resolution给大家一起分享啊, 那第一个就是, 我希望我能在结婚之前, 因为我的婚礼是五月份嘛, 我想在我结婚之前能瘦一点, 所以我要可能在这前半年, 会去控制一下饮食, 增加一下运动, 第二点就是控制情绪,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 结婚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鸡毛蒜皮的很多小事, 我有很多时候在控制情绪方面遇到了一点问题, 所以我明年的目标是, 我希望能去学一点控制情绪的方法和技巧, 然后在不断的实践能最后到达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吧, 这一个我觉得能控制好情绪, 无论是对自己, 对职场, 对家庭生活, 对伴侣, 对小孩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的第三个新年目标就是, 希望我能在我的新的工作领域里面好好学习, 坚持下来, 然后能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好的Bonus, 这就是我的三个新年的resolution, 那我也希望大家如果要是愿意跟我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 你今年的一些highlights, regrets, 或者是你明年的一些新的目标, 那今天的2019年的个人总结就到这里结束了, 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能更有充劲, 能更积极健康的活着,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